今年你投诉我厨艺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在高雄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英灵担任安检所所长的陈姓忠孝 因为酒后驾车追撞了五辆汽机车 结果总共造成了一丝酒伤 如今事隔两年的时间 最高军事法院判决忠孝一年两个月缓刑五年 不过死者的家属认为人命不值钱吗 认为刑期实在是太轻了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梦见他 你也不知道是真实钱 有时候你的意念会告诉你 对不对 翻开独生女生前笑容灿烂的照片 季妈妈越看越心疼 她说女儿有一双大眼睛 从小就爱漂亮 17岁的她化妆后更显得美丽 父亲更把这家族唯一的女儿 当作自己生命般宠爱 但是她的青春却因为一场吃货 永远停在17岁 你身为一个主管阶级 你应该以身作证 不然你怎么带领你的属相 照射的竟然是一名安检所所长 魏杰已达忠孝 却在晚上和同事喝酒 酒后驾车闯红灯 高速追撞五辆骑机车 造成九人轻重伤 其中骑机车季小妹 当场死亡 像叶少也是因为她父亲悲伤过度 造成两条人命 难道这个社会就是要用人命的牺牲来换取 那个法律上的争议吗 高等军事法院判诚信中校一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上诉最高军事法院变成缓刑五年 等于不用坐牢 家属无法接受 大家都会讲说 我很后悔我错了 事后来讲这句话都没有 那你今天只是赔钱 好赔钱判缓刑没事了 我跟你讲 这样子不会得到教训 对不对 对此 诚信中校隶属的海巡署男巡局表示 他们已在事发当年的五月 将中校记大过 降为非主管职务 而该名中校并卖房筹赔装金 但在家属心中 失去爱女的痛 却不是用金钱可以分量